我們來看這套題 這套題給出我們一個圖5-13 這是一個單總線的計算器結構 並且給出我們一些計存器 那這個EAR計存器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叫有效地址計存器 我們之前沒有碰到過的 它故意思議有效地址計存器 它存放內容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叫有效地址 那Later呢是我們這個佔存器 然後給出我們一條指令叫 ADDXD 那這個地方又有一點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正常來說ADD是兩個數相加 那麼後面給出兩個地址 應該分別是兩個操作數的相關的地址 對吧 但是這邊我們會發現 這個X是什麼呢 是一個變計存器XR D是什麼呢 形式地址 這句話就在暗示什麼呢 在暗示X和D 是合起來 用來指向一個地址的對不對 一個是變值計存器 一個是形式地址 很明顯這就是這個變值尋值嘛對不對 那ADD呢又是兩個數相加 現在只給我們一個地址 那麼我們就很充分的理由去推測 這要提這個指令 那另一個操作數是隱含的 他用了這個隱含尋值 但是題目又沒有具體跟我們講 隱含尋值 那個隱含的到底是用哪一個 寄存器裡面的內容 那麼大多數我們會遇到的 隱含的呢都是ACC寄存器裡面的內容 就是默認如果有用隱含的 我們都用ACC 當然呢不是所有的都用ACC 比如我們英特爾的這個8086架構 裡面它這個乘法 隱含的這個一個乘法數 就隱含在這個AX寄存器 或者是這個AL寄存器 這是不一定的 只不過說我們會碰到的 大多數有涉及到隱含尋值的 都是用ACC OK那現在就是相當於有一個地址 然後呢另外一個操作數呢是ACC 一個操作數呢是用這個變值尋值的 那麼要我們寫出這個控制信號 以及操作的流程 我們會發現首先呢 我們將它分為兩個 一個是取指一個是執行 取指大家是非常熟悉的 就是說因為基本上 每遇到一個做這種類型的題目 都會碰到取指周期的操作 取指周期怎麼操作的呢 我們先將PC送進我的什麼呢 MAR裡面 然後呢 那這個主存通過我的數據總線 然後還有我這個MAR裡面的內容 那找到我具體是要 對哪個地址進行訪問 訪問完之後呢 將它送到我的MDR裡面 然後呢PC做一個自征的這麼一個操作 然後MDR送到我這個指令寄存器 讓它進行E碼 那我們這個取指周期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控制信號 PC在這兒 MAR呢在這兒 它們沒有直接的這個線路相連 所以它們數據要傳送 必須通過這條黑色的線 這條叫總線BUS線 然後呢 所以呢 PC-OUT等於1 MAR-IN等於0 這個代表是OUTPUT裡面的O 這個是INPUT裡面的IN 然後呢 接下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這個MAR-OUT要打開 對吧 MAR這個數據要送到主存 然後呢 地址要送到主存 然後呢 數據有主存送到MDR 所以我這個MDR-IN要打開 用來結束數據 然後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不用這麼寫 不用寫R除以W 直接寫一個R 表示reading 用來讀就可以 你如果是要寫 再寫這個W 表示writing 那加1呢 是用來對這個PC性 自真的這個控制信號 MDR送到IR 同理MDR在這 IR在這 送過來 也是需要通過我們的總線 所以MDR-OUT OUTPUT這個端口要打開 IR的這個IN的端口也要打開 接下來進行執行周期 既然它是一個變值尋值 那麼首先我們要先去計算 它的有效地址對不對 我們會發現這邊有一個 除了ALU之外的 另一個地址加法器 它的這個有三個輸入端口 可以將數據輸進來 一個是IR計存器 PC XR 那麼我們這個變值尋值呢 一個是這個變值計存器 XR裡面的內容 另一個是我們的這個形式地址 XR這個變值計存器裡面的內容 自然存放在我們這個XR裡面 那我們的形式地址呢 是存放在這個IR裡面的對不對 因為形式地址它是我們指令的一部分 所以要從IR進來 所以XR和IR裡面的內容 IR裡面的部分內容 送到我們這個地址加法器 進行一個相加 相加完之後呢 送進我們這個EAR EAR裝的是我們的有效地址對不對 這個時候 XR output要打開 IR的Output要打開 讓它可以送進地址加法器 然後呢 發出加法信號 EAR這個計存器 EAR這個計存器的 Interput打開 是輸進來的嘛 EAR是輸出去的 同理 在這個地方 我們將MAR output打開 然後MDR input打開 然後並且發出什麼呢 發出reading的信號 發出讀的信號 發出讀的信號 接下來我們將MDR送到X 為什麼呢 我們前面講了 這到底利用了一個隱含尋值 我們認為另一個隱含的操作數 在這個ACC裡面 對吧 那這個ALU呢 它的這個操作數的來源 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箭頭 對不對 表示來源 可以來源於哪呢 一個是ACC 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 這一條 可以來源於什麼呢 來源於我們的總線 對吧 還有這一條來源於X 這個計存器 那麼其實我們現在就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 我們先將這個操作數 從MDR取出來 放到我們這個X計存器 然後呢 將ACC和X計存器 送進我們的ALU 計算的結果 存在這個Leture裡面 再由Leture送給ACC 那還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我可以直接 讓這個MDR裡面的數據 通過這個總線 然後呢 走這一條路 直接傳進ALU 另一個數據呢 由ACC傳過來 這樣也可以 這樣就省略了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就可以不用 那這樣也是OK的 OK 這道題講解結束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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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